第13题我们一看呢 它这个f of x 它是3的3的x次方 那这边呢 这个x跑到中间来了 它是3的x的3次方 然后第三项呢 这个x跑到最底下 变x的3的3次方 那数学上呢 看这个东西 是把它看成第一项 是把它看成这样子 3的u次方 第二项呢 一样 就是你把它看成是3的u次方 第三项呢 我们是把它看成是x的 3的3次方 就是27次方 所以它是x的27次方 那所以微分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下去呢 这样子来做 首先呢 前面这个 它是a的u次方 那我们回忆一下这个公式 这个a a是一个常数 那u是一个x的函数 像这种指数函数 微分以后呢 它会变成了 a的u次方 Nature log a 在抵u 在抵u 那以这个第一项来说呢 这个a是3 那u呢 是3的x次方 所以a是3 u是3的x次方 a是3 u是3的x次方 所以呢 第一项呢 你如果按照这个公式 给它微分以后 它就变成3的3的3的u次方 Nature log 3 再乘以呢 du u就是3的x次方 那第二项呢 微分的时候 一样 这是3的u次方 我们再把这个公式 写一下 这个 a的u次方 给它微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 a的u次方 lna 再du 那以这一体来说的话呢 它是3的 3 x的3次方 所以它微分以后 a是3 u是x的3次方 a是3 u是x的3次方 所以第二项呢 我们微分以后 它就变成了 这个3的x的3次方 Nature log 3 再乘以呢 dx的3次方 dx的3次方 好 那接下来呢 再加上呢 第三项 第三项呢 其实呢 它是x的27次方 因为这个3的3次方 这边是27 所以27次方 微分27x的26次方 所以第三项最简单 27x的26次 27x的26次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该微分的呢 再继续把它微分 这个画底线 这该微分的地方 还要再继续微 那再继续微呢 其他的呢 就给它超下来的 这是3的3的x次方 Nature log 3 好 那么 这个3的x次方 它又是一个a的x次方 a的x次方呢 微分呢 它就是a的x次方 然后再Nature log a 所以 现在这个a是3嘛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公式呢 3的x次方 微分它就是3的x次方 Nature log 3 Nature log 3 这第一项 那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再把它整理一下 首先呢 就是呢 我们看到第一项 这边两个LNature log 3 我们把它乘起来 那这个3跟3底相同 它指数相乘的时候呢 次方相加 所以第一项 所以第一项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3的3的x次方 加上x 乘以这个LN3的平方 平方 那这个第二项呢 这个3跟这个3 可以把它乘在一起 指数相乘次方相加 所以它变成3的x的3次方 加上1 加上1 R再乘以这个x平方 这个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再乘以后面这个LN3 最后再加上这个27x的26次 所以这一题最后答案呢 把它处理成这样子